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都知道說上個月 就是有發生了一起中山大學的博士生 他去參加採集的工作的時候 不幸發生了溺斃的事件這樣 那其實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會的目的要講的是說 類似中山大學這樣博士生的這件事情 它其實不是個案 我們今天有去做了一些調查 發現說事實上在這17年間 類似這樣子 因為學生他擔任兼任助理工作的時候 在實驗室發生了意外 這17年間就有32起 是重大意外的事件發生在校園當中 那我們認為說 今天既然這件事情它不是個案 我們就必須要去結構性的看待它 我們也必須要期待 是要透過制度性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主要去凸顯的一個現象是 在官方不理會之後 將學生兼任助理的身份 排除在所有的勞動保障的範圍之外 它可能造成的影響的後果是什麼 以及說我們長期認為校園 可能是一個比較安全 受到保障的一個工作環境 但事實上它並不是呈現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看到說其實這17年間發生的 這32起的實驗室的意外 那這些工作場所發生的 導致說意外事故 治傷致死的這樣子的案件 校方都以說他們是學生 而不是勞工的身份 所以沒有依法而對他們進行投保 勞保的這樣子的一個雇主責任 這樣子便宜行事 沒有幫他們納保的這樣子的行為 導致說這些工商者都沒有辦法得到 完整的執災的培償跟輔恤 那我們其實在這兩年來 一直不斷地呼籲勞動部 不斷地呼籲校方 必須要正視兼任助理作為勞工的這個身份 那校方作為雇主應該要為他投保 然後應該要負擔起雇主的責任 我們事實上在這段期間也針對去勞動部 檢舉了84起這樣子的案件 就是校方作為雇主沒有幫學生 沒有幫兼任助理投保 我們要求勞動部應該要開罰 這兩年間我們不斷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發現說 現在校園內的兼任助理 依舊校方都沒有依法為他們投保 從這一欄表裡面 事實上我要特別的說明的是 絕對實際的數字是高於 我們整理出來的這樣的一張表格 因為一方面是因為新聞篩選的關係 他可能有一些新聞並沒有 有一些意外事件並沒有登上新聞的版面 另外一個是因為歷史非常長久的一個關係 早期的這個網路的關係 沒有辦法搜尋到這些新聞 所以事實上這樣的一個 34起的一個意外事件 可能都還是低估了 應該會高於這樣 實際的數字應該會高於這樣的一個結果 北中南東 每一個學校幾乎都有這樣的事情的發生 那主要的地點會在實驗室裡面發生 不管是氣爆或者是輻射外泄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34起的意外事件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它的自始 有三起事件是 最後有導致這個所謂的學生兼任助理死亡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呢 這個工商的案件也高達了 高達10起左右 所以它的普遍性非常非常的高 去年9月的時候 社發所就是我們在所上有提出 應該要國客 在所上的計畫底下 應該要勞建保 那因為在現行的規定底下 學校沒有辦法 學校不願意幫學生投保 所以還是由老師的業務費來負擔這樣的費用 那世新勞權小組之前也曾經在助理的研習會上 向校方詢問過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替所有在學校裡面工作的同學來投保 但學校從頭到尾沒有給予任何的答覆 那工會之前呢也已經發動了具名檢舉行動 檢舉了17間學校 所有的學校其實都已經知道 已經有收到這樣的檢舉 但並沒有 明明就知道這樣子 這樣子是違法的 應該要替學生投保 但卻一直在推卸 這樣子應該負擔雇主的責任 第一個呢 我們呼籲教育部呢 以及跟勞動部 要盡速的正式 不要再迴避這樣的問題 兼任助理 他既是學生 他也是勞工 他有勞工的身份 所以要求學校要盡到所謂的雇主的責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也要求科技部 科技部現在作為這個發包研究計畫 給各個大學裡面最大的一個發包中心 他們應該要在規定裡面明定要要求大專院校 如果你有承接政府的這個科技部的委託計畫的話 就要要求學 就要進到雇主的義務 那我們認為科技部有這個義務要去要求學校去進到他的雇主責任 這是我們兩點最後的一個呼籲 我們呼籲勞動部 我們已經檢舉了84起的案例 有17間的學校 現在我們得到的回應非常的少 雖然我們已經拿到了勞保局對於成大這個案例 肯認他們是雇佣關係 但是還有非常多的案例 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明確的回覆 我們要求勞動部不要再以個案作為認定 應該要針對全台灣所有八到十名 所有兼任助理 他們的不管是學校沒有依法幫他們投保勞保 投保健保 我們認為他都應該要立即的依法進行開罰 也要立即的去督促這些學校 要為這些兼任助理 立刻負起雇主責任 到目前為止 讓人要留意 交換 Joanna 我們不面前